欢迎完之后来关心 凯米台风为台湾带致栽性的强降雨 在台东线今天是被列入超大豪雨地区 不过降雨集中在南回 东海岸东河乡金村渔港却是降下冰雹 形成台风贴南与北冰的罕见景象 凯米台风也在离岛地区澎湖掀起大浪 但是还是有不少民众冒险到岸边关浪 大浪拍打上岸 假使视线瞬间看不见 民众开车行进澎湖海岸道路 随时要担心可能会被海浪给卷走 实在超惊险 碰上大潮西雨乡小门村防波堤根本挡不住 整个村水烟至少50公分高 而险上还生的还有这 几个游客不顾危险跑到岸边关浪 但风雨是在太大只好躲到观景台避难 雨伞开花耿凌晨落塘机 全台几乎狂风骤雨 台东却下起冰雹 一颗颗冰珠随着强风 乒乒乓乓乓落下 一路从上午8点持续到中午 全北京追雨港及时影像拍下 就是因为台风的队流营气发展 万圣所造成的下冰雹现象 气象鼠25号针对台东线发布豪雨特报 雨势却集中在南回 也形成南与北冰罕见景象 以让民众觉得惊奇 记者澎湖台东综合报导 月娟 五月 凌晓